富丽的老板被抓了 当然富丽自己也有一个声明 疑似富丽的声明 在这里 富丽集团2022年12月12日23点30分 这个声明发出来才36分钟到现在 我现在时间是2022年12月13日0点06分 声明 针对近日外媒对我司联席董事长张力先生的负面报道 我司声明如下张力先生因在中国宴请美国旧金山前公共事务部主管机 提供酒店住宿而被指控涉嫌行贿 我方正针对此错误指控采取法律的行动 广州富丽地产股费有限公司2022年12月12日 你说说 这不神奇吗 有个朋友说 就是这个太熟练了 这个手法啊 在他那个有的地方根本不叫个事 在这里就变成一件大事了 被抓去要坐牢 凤凰下面的有一个叫做 雪被财经的有一个比较详细点的报道 他的报道是内容是如下 他深陷借款 违约的困境中的福利集团是遭遇新的麻烦 英国当地时间2022年的11月30日 富利地产的创始人之一 现任董事长总裁张力先生在伦敦 英国伦敦被当地警方逮捕 直到12月12日 其在其向当地法院支付了1500万英镑的保时金后 斩获释放 彭博在最新的报道中 披露了这个消息 1500万英镑的保时金创下了英国的记录 英国的记录总是等着我们去打破呀 中国人都太能了 据悉张力此次批捕是因美国方面指控其通过提供回扣和资金的形式 获得了在美国加州的开发项目合同 张力正在向美国提出异议以及避免被引渡到美国 张力目前被监视居住于伦敦塔桥公寓43层 公寓内有5张床 目前由前军事人员每12小时轮班站岗并布置了监控摄像头 这是什么 由前军事人员 2015年8月 富力地产通过旗下一家公司在美国加州盛和西 收购了一处高档公寓开发项目 这处项目位于当地的市中心位置计划兴建两栋高层住宅大楼 项目占地将近两英亩 接近了整个一个街区 但是在2022年美国加州公共事务部一名主管业涉嫌腐败而被捕时 此人的起诉书中提及了收受中国一家房地产商贿赂的事情 按照这份起诉书披露的信息 加州当地的一位华裔商人黄荣乐作为牵线人 介绍了中国一家房地产商与其相识 以谋求这一开发项目更快获得许可审批 上述起诉书中 这位贪官作为美国公职人员 在2018年应邀中国旅行 居住五星级酒店 费用由中国这家开发商承包商全包 他还在中国参观这位开发商创办的私人宅邸 并接受了一瓶价值2000美元的葡萄酒 但并未依法上报 而这位美国官员在接受这些贿赂后作为回报 他帮助这家中国地产商解决了上述项目开发中的一系列麻烦 比如快速拿到了开发项目的许可 这份取诉书2021年12月17日在美国司法部的网站上公布 但未披露这家中国开发商的名称 华裔商人黄冗乐和加州公共事务部的业务主管均以认罪 69岁的张力在94年和香港商人李斯莲一起创办了福利地产 总部位于广州并在2005年在港交所主板上市 2021年福利完成合同销售额为1002亿元 营收是76.3762.3亿元 亏损了1.63.5亿元 以合同销售额计 福利地产在中国企业的房企中排名是20到30名之间 主要项目位于中国华南区域 其广受关注的事件是在2017年夏天以199.1亿元收购了王健林的万达77家酒店 按照福利地产在2021年财报中披露的数据 截至当时这家房企已有共计298.83亿元的银行及其其他借贷违约交叉约 接了万达的盘 万达是跑掉了 但福利截至目前竭力避免公开债务的违约 截至2022年的11月份 其共完成境外展期债务合计人民币466亿元 回笼资金 福利在2022年10月份还亏损了6884万英镑的代价出售了其在英国的开发项目 回笼资金1.08亿英镑 张力此次身往伦敦 不知是否与处置此项目有关 就是干的太顺手了 在那里啊 这个 就是酒店给买达了 送了瓶酒而已 这还叫事吗 这还叫做瓶酒而已